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白羊星座的朋友可能要处理家庭的问题多一点 也许家里有人发疯了或者是闹事等等 你是必须要忍耐或者是花一点时间处理 那么处女座的朋友呢也是一样 可能来自兄弟姐妹的压力挺大的 所以亲情的部分也是感情的因素 那么另外一个是摩羯座了 感情好像都不是很顺利 摩羯座的朋友你可能会遇到另一半 最近蛮夯的声势压过你 亦或是他有蛮多对你的不满冲着你来 我觉得就是好好处理面对咯 那另外一个是双鱼 双鱼则是好消息 你有恋爱运咯 一见钟情的机会 或者是突然间最近蛮火的 大家都注意到你 那么我们来看金钱上 金钱上呢有三个星座 那就是金牛双子跟水瓶了 金牛星座的朋友最近还蛮花钱在 比如说旅行上啦 亦或是上课啊 这些都是你想对自己的投资 我觉得蛮好的哦 那么再来是双子座了 双子的朋友呢 最近有花钱的欲望 赚钱也多花钱也多 所以这个花钱有时候还蛮冲动的哦 蛮夸张的哦 所以你要hold着点哦 当然如果是该认赔的 那我们就认了吧 那家庭的开销也蛮大的 那有些双子则是健康的问题 你可能会买一些保健品啊 买的太多了 那么另一个是水瓶座了 水瓶星座 其实这段时间都在处理大钱 比如说比较长期的投资 或者是合伙的金钱运用 这段时间要focus在这里 我们来看健康有两个星座 那就是巨蟹跟狮子了 巨蟹星座的朋友呢 如果不运动你就会发胖 运动就会变健康 这完全没有第二个选择 你只能选择好好运动哦 那么另一个是狮子 狮子星座的朋友呢 虽然还蛮受欢迎的 但是会有过劳的迹象 因为你很想表现好 你很焦虑 所以就会搞得自己 莫名其妙的 不该加班的时候也加班 然后不该吃的时候吃 自己时间表大乱 以上是这个周的周报 请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